好,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恭喜南安总商会执行常务副会长林仁初先生致欢迎此 在此,想允许我代表,前提商会同龄,对各位领导,乡亲朋友,将这次团嘉宾光荣搞事热热的欢迎 这三十年来,我们南安有这个儿女 澳大利亚这块富洋的土地,真够努力喷嚷和千千万苦 我们当中有搞房地产的,有建筑业的,有酒店的,有旅游业的,有做农场的,有做家事的 有做餐领水果的,食品肉类的,服装学卖的,建筑口漫威等等 我们已经成型了一个群体,我们已经继续的力量,而且我们还统现了富港生先生,这样的相对领先人物 所以我们需要,集合力量,抱团发展,必切需要一个,属所,向前,向前的地方 需要一个,表达,输求的机会,交流性性的平台 在天时地利人和击毙,经过伴娘的仇病,澳大利亚南南总商会将已诞生了 我们深深的知道,万事开头栏,还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严重 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去做 但我们前庭灿烂飞煌,我们要发挥团队的股份力量 同贤同德,互与同舟,充分利用商会这个平台 加起中澳经济报应和文化交流的桥梁 大力发展,恢复,不断开创商机 为中澳商界互利互惠 为澳洲和祖国的黄龙互强 贡献我们的遗互力量 谢谢南安总商会 首届创会会长附岗生先生 为大会支持,掌声欢迎 今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高评满座 大家在这里和澳大利亚的官方代表 还有中国驻澳大利亚领事馆的代表 还有中国南安市政府的代表团 以及来自家乡的长大的亲友和上位代表团 共同见证澳大利亚南安总商会的成立 我代表澳大利亚总商会 为各位的光临表示中间的感谢 我们澳大利亚总理阿福特 在给我们的客信中说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留学生 是我国最大的国际留学生之源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说过 如果你想跑得快就一个人跑 如果你想跑得快就要一千人跑 这就说明报团共产支援共同发展的重要性 自从习主席广问过大利亚之后 澳洲两国经贸发展不断的增加 两国的关系组建了房间的时代 两国的强强合作 已经是两国人民共同的愿望 澳大利亚南安总商会 就是在这个买好的契机中诞生了 我们的总商会将建造一个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 加强和中国之间的经贸来往 商贸合作 通过这个平台 提升南安人在澳大利亚的商业合作 商业活动 让前老流氓的南安人的事业更上于承诺 我们期望隔壁的领导 隔壁的兄弟社团 为我们的资助 隔壁的社团 为我们的指导 谢谢大家 最后外海要特别感谢 我的家庭 我的夫人 我的孩子 为我的支持 谢谢他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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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